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艾草 也叫艾蒿 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也就是它可以年复一年 不断的繁衍下去 艾草不但可以具有去湿 平喘止咳的功效 还可以用于驱邪驱纹 艾草这个东西千万别随便种 它绝对是具有超级强大生命力的植物之一了 薄荷大家都知道 不能随随便便的种在土里 因为具有匍匐茎 会在土里的根茎上长出新的芽点 越长越多 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 那艾草和薄荷有的一拼 也是这样的生长特点 如果把艾草种在地里 那这片地就别种别的了 艾草长得很快 这是春天的小苗 可以看到有三个芽点 就这样很简单的 直接把它的茎埋在土里 这样一颗就变成了三颗 然后以后再长出来的芽点 埋在土里就又是一颗 两个多月以后 已经这么高了 艾草极其容易繁殖和生长 可以忍耐零度以下的低温 所以是多年生的植物 把它从花盆里倒出来 可以看到 在比较粗的根上 又重新长出了小苗 甚至从花盆底部的排水口 长了出去 所以除非是特别的中意艾草 想让它长满整片地 不然的话 还是用花盆栽种比较好 用花盆的好处呢 是可以控制它的生长面积 它的匍匐径 也不会串得到处都是 一般的话 春天刚长出来的新鲜艾草 最鲜嫩 所以我会在入冬之前 将菜地清理干净以后 将花盆里的艾草埋在地里 冬天到了 零下十几度的低温 艾草地上的部分会全部冻枯黄 但是地下的根茎 依然不会停止生长 向四面八方匍匐 冬末 气温刚刚回暖 艾草是最先冒出芽来的 而且占地面积大了好几倍 四月份春天到了 就已经长得如此茂密了 甚至长到了菜床以外的地方 太可怕了 但是这时候的艾草最嫩 于是我摘了一些用来煮鸡蛋 煮鸡蛋的艾草水晾凉之后呢 也可以用来浇花浇菜 当然也可以用这个时候的艾草做其他美食 相信大家的厨艺都是高占的 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摘一些艾草晾干 夏天用来驱蚊 春天以后 艾草越来越老 而且我也需要更多的菜地种其他的蔬菜 所以就把一部分的艾草拔出来 转移到了花盆里 不得不说 这个艾草的生命力实在是太顽强了 一栽到花盆里以后 仅仅过了两个多星期 就全部活了下来 这样就相当于保存了艾草的苗 不需要每年重新买苗 同时也腾出了菜地 到了冬天 菜地空闲了以后 按照同样的做法 再转移到地里 明年春天 又可以有最新鲜的艾草吃了 所以艾草千万别随便种地里 特别是千万别扔进堆肥香 不然的话 清理起来会非常困难的哦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会生活种菜 对种菜感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真的下期再见